HELLO 歡迎來到生皮C5度 我是Batman 本支影片要聊的是 都很強的到齊 到齊還要講什麼? 就很強啊 都很強 都很強 在開季前做的一筆牛棚補強交易 將去年表現不差的外野手 AJ Pollock 送往白襪 換取生涯累積372次救援成功的 Craig Kimbrough 開季前 生皮粉絲專業有參加一個問答的活動 當中有一題是大膽預測 一筆季中的大型交易 而我的答案是 稻棋補強牛棚找來Josh Hader 聽起來是有點瘋狂 非常有Bull Prediction的味道 主因還是來自走了 Ken Lee Jensen的稻棋 牛棚正處於近年來最薄弱的時期 很明確的存在牛棚補強的需求 只是沒有讓我們等到季中 稻棋總管Freyman 馬上為牛棚打上一技強心針 在講Kimbrough和稻棋之前 先來講講Pollock Pollock和稻棋的合約正走到最後一年 本季年薪1000萬 明年也還有一個1000萬的球員選擇 Pollock 生涯前期是個長槍型的打者 代表做是2015年球技初賽157場 交出20轟39道的成績 不僅入選明星賽 季末還拿到金手套以及入圍MVP的票選 只可惜在此之後 Pollock接連招售包含手肘、手指、腹部等傷勢 2016-2021球技的缺席率高達45% 傷病拖垮了Pollock在攻守兩端的價值 在左中外野 確定交由Eloi Jimenez 和Louis Robert正手後 右外野的空缺一直困擾著白襪 儘管有金手套等級的Adan Ingo 或是新人Andrew Vaughn Gavin Schitts可以負擔 但Ingo的打擊難以期待 兩位新人則是以一雷手的身材去佔外野 努力飛撲也很難挽救合計夫妻的OAA 在修賽季大手筆補盡 Kendall Graveman和Joe Kelly之後 人手充足的白襪選擇送走水土不服的金寶 換取欠缺的外野拼圖 看來是個相當簡單的決定 儘管存在傷病風險 事實就是Pollock過去兩季合計632個打息 找出了2×90、3×42、5×47、37紅的成績 135WRCPLUS的表現甚至可以排在聯盟第11 和前隊友Mookie Bass相差5級 防守上 年過34的Pollock依舊保持在聯盟平均的水平 雖不比Ingo優異 但至少能讓兩位小朋友好好打DH 偶爾兼差一下就好 總結白襪隊這筆操作 唯一可惜的地方 就是Kimbrough去年下半季實在太爛 明顯是賣在底點 不然以往頂級終結者對競爭球隊的報價 都是一個百大新秀極戰力起跳 以Kimbrough去年自己為例 就換到了還剩5年控制期的Nick Marrigal 結果今年只換到2年2000萬的痛痛外野手 當然對於即將面對新秀們薪資重財壓力的白襪 豪賭一波就是不得不的操作了 再來回到Kimbrough 再經歷了兩個荒槍走板的賽季 有夠完整春訓的調整 去年上半季的Kimbrough 堪稱是地表上最強的終結者 36.2局的頭球中K掉了64人 三陣率是驚人的46.7% 防御率只有0.49 然而轉戰到白襪後 23局就丟掉了13分 大起大落的表現讓教練團很頭痛 更慘的是 季後賽3場出賽只丟了2局 一次三陣也沒有就丟了2分 完全失去季中補強的意義 當然Kimbrough可能如報道所說 無法適應Sata Man的角色 而且身為現役累積最多救援成功的投手 我猜多少還是會在意 如果不能累積生涯的救援次數 那是不是含吹蜜比較快 總之無論是什麼原因 對於交易後要多繳1200萬豪華稅的道企來說 只能祈禱來跟Freeman重逢的是過去熟悉的金榜 道企方面如開頭提到 牛棚深度是近年最淺 就算Chinan曾有關門經驗 可以無痛擔剛新任終結者 但控下的位置交給去年下半季 跌跌撞撞的Daniel Hudson 或是Bruce Star Gretel都很難讓人放棄 我就不說Gretel除了球速跟升龍拳之外 投球內容很明顯是有待加強 如今來了Kimbrough之後 等於補上了Jensen離去的空缺 而Chinan、Hudson、Gretel 這幾個怎麼那麼難唸 都可以回到過去習慣的位置就好 同時送走Pollock也能緩解外野人手過多的情形 除了當續下四年約的Chris Taylor能夠補上之外 一直欠缺機會的Gavin Lux 也能迎來一個全職二壘的賽季 將外野的野手戰力換成當代最佳的後援之一 在考量稻齊團隊修投手的時機 我想這筆交易 稻齊總管Freeman是能笑到最後的那位 好的 以上是關於兩支季後賽競爭球隊的交易分析 看完影片之後你們認為這筆交易是哪對戰的上風呢? 兩隊究竟會不會是今年世界大賽的對戰組合呢? 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我們是生皮C5度 我是Batman 我們就在下一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